北美木结构别墅 几大误解 大家好 我是万象地产的设计师少一 我们今天要聊一下 大家普遍对北美木结构别墅的一些误解 第一个误解呢 就是很多人觉得木结构别墅的保温性能 要比混凝土结构的要好 其实呢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因为虽然说木材作为一个材料来说 它的保温性能要优于混凝土 但是我们要知道北美的这个木结构呢 它外墙并不是一个整块石芯的木头 它呢 是由外面的这个cladding 然后里面的这个drywall也是灰板 再夹着中间一条一条的空心的这个木条来组成的 所以说呢 这些材料本身呢 对于这个保温性的贡献并不大 它主要靠的是这个一条条木条中间的这个保温材料 也就是insulation来决定的 举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像汉堡一样 就比如说两片面包中间夹的这个肉 它的口味呢 不是由这个面包来决定的 而是由你夹的是鸡肉 猪肉 还是牛肉等等 来决定这个汉堡的口味和好吃 同样的道理呢 就是这个中间夹的这个保温棉 它才能来决定这个外墙的结构 它的保温性能的好坏 而不是说呢 是木结构还是混凝土结构 所以呢 这种呢 就是说木结构一定比混凝土保温 这种说法呢 是不准确的 第二个误解呢 就是很多人觉得木结构的结束呢 一般都比较低端 比较便宜 其实呢 这种说法呢 也不准确 因为呢 这个便宜是相对的 虽然说呢 在北美 木材确实是比混凝土的价格要便宜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木材呀 这个木结构 不是这个整个建筑的全部 它只是结构 我们的外面还有外墙 里面有内墙 有内装 有地砖 有电器等等等等的话 这些材料呢 都是对等的 它该贵呢 照样贵 所以说呢 整个全部加起来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木结构啊 这个木材本身呢 它并不是占一个大头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会发现有的木结构的别墅 可能有 比如说小几十万美金呢 也有 有一些呢 比较高档的 它可能有一两千万美金 甚至更贵的也有 所以说单纯的来说 木结构别墅呢 就是比较低端的 比较便宜的 这种说法呢 也不对 第三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误解呢 就是很多人觉得木结构的它的使用寿命呢 都很短 这种说法呢 也不准确 有的人就觉得说木结构使用个十几二十年 这个房子就不行了 其实我们知道的 在北美呢 有很多房子上百年的都不算罕见 如果就是维护得当的话呢 其实木结构别墅使用个六七十年的话 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完全看呢 你所处的这个气候带 气候类型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屋主对房子的维护 所以说呢 木结构在维护得当的情况下呢 使用个大几十年是没问题的 这第四个比较常见的误解呢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它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房子 就是木结构 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也不是很准确 因为呢 我们所说的木结构 混凝土结构呢 它是结构 它的外面呢 还有一个外墙 也就是cladding 木结构的外墙呢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比如说砖 可能是木头 也可能是一些合成的材料 可能是石材等等等等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可能有了木结构的别墅 它的外墙用的是混凝土板 然后混凝土结构的这个别墅呢 它外墙可能反而用了木板 所以说你单纯的从外观来看 是很难判断出到底哪一个是哪个的 但是呢 虽然你很难看出来 但是你可以猜出来 因为毕竟在北美嘛 90%以上的这个别墅呢 都是木结构的 所以说基本上你小木结构 它就不一时 关于木结构别墅的这些误解呢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频道的内容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并且点赞 留言 转发 好了 谢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